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8月16日 欢迎收看万维微播 我是Cherry 川普政府16日通过对台出售80亿美元的F-16战机军售案 共包括66甲F-16战机成为美国历来对台的最大单笔军售 北京已经提出了强烈反对此举将进一步激化中美贸易战的紧张局势 美国国会两党近几周持续推进此军售案 并指责川普政府以贸易协商为由推迟计划 目前该军售案已经移交了联邦参议院与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 将在未来几日或几周内正式通知国会等待国会30天内的审核 参议院16日表示 在国会收到正式通知前将不会评论此对台军售案 有分线士表示 中方可能会像过去一样 通过制裁美国公司来进行报复 此对台军售正值中美关系紧张之时 目前双方尚未确认是否于9月初在华府续谈 有分线士指出 美方对台军售将给中美本已紧张的关系再火上浇油 就在川普政府续推售台F-16战机后 美国联邦参众院外委会主席都对此发表声明 表示乐见川普政府售台F-16V战机 两党都支持这项军售案 自从有机师应参与示威被控暴动后 香港国泰航空过去数周被中共穷追猛打 最终破上悬崖 中央电视台16日抢先宣布 国泰行政总裁何稿与顾问及商务总裁卢家培将辞职 国泰席后在官方公告表示 人事变动是对公司禁阅所面对的事件的负责 有经济学家直言 行政总裁请辞明显涉及政治因素 国泰16日宣布 常务董事兼行政总裁合稿 与常务董事兼顾客及商务总裁卢家培将会辞职下周一生效 作为一项重视企业管制的上市公司 国泰高层变动消息尽由央视新闻微博抢先公布 央视16日下午2点48分发出消息 至下午3点14分 国泰官方公告才刊登于港交所 政治操作意味甚浓 抢先发布国泰高层辞职消息后 央视继续穷追蒙大 发表文章 细数国泰航空乱港之罪 隶属国泰近期多宗罪行 苹果日报的分析指出 这次国泰行政总裁辞职明显涉及政治因素 国泰绝大部分航线需飞越内地空域 感叹 一间民企点同国家斗 国泰没得选择 国泰作为香港最大的航空公司 及最有标志性的企业之一 这只能说是国泰籍离职高层的不幸 随着两位高层被记齐 内地政治打压国泰一事将告一段落 继国际媒体公开装甲车辆 出现在深圳的画面后 台媒透露 万名中国武警在与香港比邻区域待命 中央社16日周五下午发自香港的消息说 据了解深圳目前至少有万名中国武警在待命 随时可以进入香港 消息人士透露 香港机场在8月12日周一和13日周二 被抗议者占据并瘫痪后 北京方面增派了数千名武警到深圳 前后合计共11支队 人数大约1万 专家猜测 这次调动的应该是武警的机动部队 中央社还引述不愿具名的专家解读指出 香港基本法第18条赋予北京中央政府派遣除军队以外的 其他执法力量进驻香港协助维持社会治安打击暴力犯罪 维护社会稳定的权利 但落实这一条款的前提是 香港警方已经失去维护社会安全的能力 美国积极拉拢西方阵营联手对抗华为 不过英国一直在华为问题上举棋不定 华为创办人任正非表示 英国不会拒绝华为参与当地5G网络建设 还蛮有信心的说 如果英方说不 肯定不会是我们 面对脱欧问题的 英国在新首相上任后如何处置华为问题 引发关注 任正非在接受英美访问时 赞扬新首相约翰逊是果断及能干的人 留意到他上任3日后就表示 英国应该尽快建设5G网络 相信英国认真研究后不会拒绝华为 任正非再次重申 华为没有装后门城市 员工不会做一些令华为破产 自询死路的事 但承认 美国政府将华为列入黑名单 限制向华为出口零部件及软件 对华为造成了严重损害 脑贝问到 加拿大当局因美国要求拘捕女儿 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 可能会将引渡到美国时 她认为不是小事 但女儿目前的情况良好 英国政府目标 2027年全面连同5G网络 而1亿和沃达峰等大型运营商 已全面使用华为设备 据报 英国国家安全理事会4月 曾在前首相特雷沙美主持下 通过允许华为有限参与 非核心网络设备建设的决定 但日前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访英 大力游说约翰逊后 英国官员将重新审视有关政策 另据美媒披露 华为技术人员帮助乌干达 赞比亚等非洲国家政府 监控国内反对派 导致反对派人员被捕 乌干达政府官员曾在深圳与华为高管会面 华为的高管建议乌干达官员参考 阿尔及利亚的监控系统 华盛顿邮报也称 赞比亚警方在华为技术人员的帮助下 侵入一名反对派博客作者的手机和脸书账号 获得了他的通讯信息 追踪到他所所在地点 并将其逮捕 对此华为表示 完全否认针对其在阿尔及利亚 乌干达和赞比亚的业务运营的 毫无根据和不准确的指控 香港反送中抗争迟未停歇 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传出 可能因反送中持续而放弃在港两次上市 另有几家公司也传出 可能放弃在港进行价值约10亿美元的IPO 而这些消息都显示 香港的金融地位正在受到威胁 自由时报报道 有消息显示透露 反送中造成香港国际机场一度关闭 并吸引中国解放军调度至香港边界 让阿里巴巴正重新考虑 是否在港二次上市 另据彭博15日来自匿名银行家的消息 一间公司因为反送中抗争等原因 取消在港进行规模5亿美元的IPO的初步准备工作 并改在美国上市 另有银行家透露 至少有两家公司正在考虑 取消在港进行总规模约10亿美元的IPO 而最终的决定将取决于市场条件 以及香港的动荡是否缓解 德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David表示 香港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影响了人们的看法 今年剩余的时间里 香港的IPO状况看起来并不强劲 若中国决定加强打击香港 情势可能会更加的糟糕 而据彭博汇编数据 香港今年的IPO所筹集的110亿美元中 中国公司即占90亿美元 以及香港约80%的债券销售额 另据香港金融管理局 截止到一季末 香港银行的中国相关贷款总额 已经超过了5600亿美元 根据美国财务部15日公布的数据 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 从5月的1.101万亿美元 增加到6月的1.122万亿美元 这是日本自2016年10月以来 持有的最大规模的美国国债 中国则是6月美国国债 第二大的海外持有国 5月持有1.110万亿美元 6月为1.112万亿美元 据彭博社报道 日本上一次成为美国国债 最大海外持有国是在2017年5月 自2018年10月以来 日本以较为稳健的速度 增加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由于全球负利率债券的增多 美国国债变得更加具有吸引力 近来数月 具有标杆意义的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 降至2016年最低水平 而日本政府10年期债券则是负0.23% B某资本市场战略分析师杰瑞夫表示 我们所看到的日本投资者的购买 美国国债实际上反映出全球低利率 负债率的环境 由于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 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数量 受到外界关注 有猜测认为 中国或会抛售美国国债 回应美国的关税措施 台北市长柯文哲16日爆料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与国民党立委王金平 都有意选总统 也都找他当副手 但都被他拒绝 柯文哲接受媒体专访时透露 日前他和郭台铭会面时 曾建议他选总统 郭台铭则回答说 希望能郭柯佩 而且他愿意只做一任总统 由柯文哲担任副总统 坚格魁 但柯文哲说 他拒绝这项提议 郭台铭的幕僚刘又彤则回应说 他不清楚有没有这样的对话 但说郭柯两人一见面就谈条件 以郭台铭的智慧不会这样 他同时指出 柯文哲的说法 应该只是针对不同情况 做了不同分析 优心如果明年总统大选 人民只有草包菜包可以选 会让台湾很多中间选民 陷入焦虑状态 然后对国家情势提出一些建议 另外郭台铭阵营16日也证实 国民党主席吴敦义 已请副主席郭龙斌拜访了郭台铭 提到有意安排吴郭会 郭台铭已经同意 请郭龙斌回去跟吴敦义商量后 再安排见面时间 至于郭龙斌是否曾当面 劝郭台铭不要拖党参选总统 郭台铭阵营说 按照常理判断 这种场合会不会这样讲 双方应该只是致意与邀约 后续见面 以上是本期万维微播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